同样也是确诊的纽西兰紧金师所引发的连带效应 因为它在可传染期间曾经到过桃园南侃的好事多 疑似让业者的生意大受影响 有网友就拍下了照片 发现卖场里头冷冷清清宛若一座空城 在过去其实人真的是蛮多的 但是现在数一数 整条走道上只有五位顾客 画面被po上网 网友直说这家店真的是很倒霉 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 台湾记者也实际的走访了大卖场 发现人潮明显的少了很多 美式卖场内偌大的走道 仔细数一数只有五位顾客 玩如一座空城 这里是桃园南侃好事多 也是指挥中心公告 确诊的纽西兰籍机师 在可感染期间曾经造访的地方 业者及时已经闭店全面消毒 但生意短时间内怕是回不去了 有比人家少一点 但是在结账还是要反对 民众超有感人潮比以前还要少 对比过去卖场内外 人挤人的场面真的差很大 网友贴文指出第一次看到好事多 停车场空荡荡 结账还不用排队 更有不少网友留言店家真的很倒霉 应该要跟机师求偿 也说真的没看过这家美式卖场这么空 他们有一直在牵扯 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消账 疫情持续拉紧报 业者不敢大意 防疫措施不马虎 只盼能让消费者安心 人潮也能尽快回流 建林祝强团人报道